十二番队的段界研究员殷藩 搞出了一大堆冒牌死神 想要以此来统治石魂界 乃至在全世界称王称霸 可是他没料到 自己稳操胜券之时 却被自己制造出的灵骸给捅了一刀 其实背后捅他刀子的 并不是真正的灵骸 而是他的老队长聂简历 这老狐狸其实早就在众多灵骸 进入现实的时候 就已经悄悄地跟冒牌货调换身份了 然后这家伙就一直潜伏在殷藩身边 就等着殷藩发现真相的时候 给他致命一击 可是等了又等 还是等不到殷藩发现 他真实身份的那一天 深受伤害的聂简历 决定亲自跳出来 殷藩自然不服输 就算聂简历是他老板又如何 现在胜利的钥匙 是掌握在他和他的灵骸们手里 不过聂简历抬手就把殷藩给捆了 小样 你把队长惹生气了 还不快哄哄 医护在昏迷中惊醒 发现自己还在浦原喜诸的杂货铺里 朋友们都在身边关切地看着他 难道自己终于活过来了吗 原来 其初刚才终于在断解中 检测出了医护的灵压 然后就带着恋刺他们过去救人 医护有点懵了 刚才自己在昏迷中 看到那一束光里的人 是谁呢 看身材有点像恋刺 难道是恋刺进入G2身体里 把自己救了 恋刺表示 你不要想太多 我们只是把他断解昏迷的 你带回来了而已 十魂级的战斗还在继续 聂简历没想到 殷藩还挺厉害的 居然能挣脱他的飞手并砍断 不过科学技术就是第一生产力 聂简历直接给自己断臂 打了一针补肉剂 断臂快速生长 一根新的胳膊很快长好了 殷队队长可是胜券在握的 他的斩破刀疏杀地藏 最有特色的能力就是麻痹 被他捅了一刀 就会几乎完全不能动了 殷藩哈哈大笑说 你在扯蛋吗 老子现在不光能跑 就是跨个110米兰也不在话下呀 殷队长表示 那你现在就来动动我呀 要不我闭上眼睛 等着你动我如何 聪明人的PK 都不是单纯的体力输出 在这比拼智商的关键时刻 殷藩本来想好好思考一下 如何对付自己的老板 可发现自己脑袋突然不转了 他一下子懵了 而聂简历就趁这个机会 再次捅了他一刀 殷藩一脸懵逼 自己的身体明明能动啊 为什么突然就麻痹了呢 聂简历表示 自己最开始捅他时 就已经下药了 这药的目的 就是让殷藩思维停止 要知道 科学家之间的对抗 就是智商比拼 只要一个人不能思考 自然也就不知道如何防御 不知道如何躲开对方的招数 那就只能站着等死了 科学家最懂科学家 聂简历下药让殷藩不能思考 从而忘却所有他所学的知识 才是对他最大的惩罚 看来聂简历队长下的毒 就是简易版的孟婆汤啊 殷藩浑身是伤 痛苦不堪 但是聂简历还是在玩猫舟耗子 事实证明 正派失败 往往也是因为话太多 殷藩突然痛苦大叫 贾咏音是立马冲上来 护在主人身前 却不料说话间 就被殷藩一刀砍死了 殷藩拿出咏音身上的一魂丸 一脸猙獰 在现实 喜助正在跟大家讲 最近他的研究成果 他说医护这种情况 属于四千年都难得一遇 所以没啥研究价值 不过他已经查明白了 殷藩为什么要执着于研究断解了 因为他是想在断解里找东西 那就是隐藏在断解中的某个情报 改造魂魄的情报 此时 望湿瑟瑟地坐在角落里 他显然是知道相关的情况的 只不过明显无法说出来 因此 现场最有发言权的就是魂 它就是一个幸存的改造魂魄呀 不过最后还是由陆奇亚 用他许久未见的现实主义抽象化 来为大家讲解 话说 在很早以前 施魂界曾经有一个尖兵计划 就是人工把经过战斗强化后的改造魂魄 注入到已经死亡的人体当中 当时实验很快被叫停了 一番想找的 应该正是这个计划的资料 在施魂界 此刻的一番正拿着一魂丸 冲着大家宁笑 但聂简丽还是一脸胜券在握的样子 他也在询问一番 为什么会拥有改造魂魄的技术 一番拿着一魂丸 一脸帕基森综合症晚期的样子 一边发抖 一边跟聂简丽说 他跟这群愚蠢的死神 根本不是一个次元的 然后就把一魂丸吞入口中 一阵紫光爆发以后 他居然变成了两个人 之前的一番满脸死气 很快就消亡了 而重新站起来的一番 又是神器活现的一条好汉 这其实就是改造魂魄的另一种使用方法 刚才一番吞下了一魂丸中的改造魂魄 代替他本人 承受了聂简丽注入体内毒药 所以现在全盛时机的一番 就要率领广大的假队长们 开始吸引人的进攻了 喜助其实也在研究改造魂魄 他说刚才在断界旧医护的时候 自己偶然发现 缠绕着医护的少许灵子不对劲 他一分析 就发现里面包含了一些 过去改造魂魄的数据 所以 一番应该就是利用这些数据资料 才制造出了队长级别的改造魂魄 至于他为什么会知道 改造魂魄的数据就在断界当中呢 在失魂界的死神们也很奇怪 他们现在也在问一番同样的问题 这个问题的答案应番知道 而在现实的九条望时 其实也知道 那是因为 应番就是这个改造魂魄计划的开发者 应番当年十分生气 为什么要突然叫停改造魂魄的研究呢 把死神从灵子开始培养 完美地复刻他们的记忆 性格 还能提升本身的能力 这是多么伟大的构想啊 这几乎是神志领域的研究 但是因为那些当权者 十分害怕这些改造魂魄 索性就全部叫停了 应番无法原谅他们的愚蠢 于是他在全部资料被销毁之前 将庞大的研究情报 转回为特殊的灵子 丢到断结当中去了 后来应番就玩命研究断结 再从断结当中 把这个资料找了回来 魂就很受伤 原来自己是应番那个变态 制造出来的 怪不得望时一直不信任自己 但是望时表示 自己并没有不信任魂 而且严格来说 魂也不是应番制造出来的 望时其实也不是普通的死神 它是第一批被制造出来的改造魂魄 所以原则上 它跟魂是完全一样的 在静灵亭 音番也在发疯 它旋转斩破刀 将手下灵海们手腕上 戴着的手环全部破坏 这些手环 其实就是封印 解除了封印的它们 变得更为强大 灵压一下子爆棚了 不愧是经过改造以后的灵魂呢 而且更可怕的是 之前被消灭掉的部分队长的灵海 竟然又出现了 原来 只要一魂魂还在 它们就不会被真正消灭 说白了 这是多做几个极品灵海的事情 灵海们纷纷拿出武器 跟死神队长们站在一处 医护把无家可归的 旺石和路奇亚 又带回了自己家 医护他爹乐得嘴快咧到耳朵了 看到突然来了 这么多可爱的女孩子 他简直想抱着 医护老妈的一项跳舞了 医护他爹领着俩女儿去买东西 路奇亚和医护正想好好招待旺石 结果 突然又收到了虚出现的消息 两人赶紧赶了过去 然后把旺石托付给魂和井上茶度照顾 山本老爷子浑身是伤 花姐正在帮他包扎伤口 他们现在已经跟所有的队长都失去联系了 在刚才阴帆主导的大战当中 经历了一阵巨大的爆炸以后 一切似乎都销声匿迹了 当时山本董队长想过去看看 可是他伤得太重 被花姐强行带走去包扎了 董队长跟练次询问了情况 现在除了身在县石的一些副队长 就只有医护和他的同伴算是战斗力了 而且因为现实和诗魂界的平衡被打破了 导致了很多须业出来活动 所以现在死神们的任务十分艰巨 一边要保护现实的安全 一边要镇压阴帆的反叛势力 现在现实的须数量非常多 医护他们砍完一波以后 看到了同样来灭须的衣角和公亲 大家都很关心旺石最近的情况 其实旺石最近还不错 不过同为改造魂魄的魂 心情就明显不好了 他漫无目的地在街上闲逛 本来想拿一个纪念品转变一下心情 却不料拿了个残次品 心情更差了 他觉得残次品就不应该被制造出来 比如他自己 但是旺石呢 魂不知道该不该去想 也不知道应该何去何从 还是回去吧 不过喜柱其实早就发现 旺石是改造魂魄了 首先他没有灵压 然后在给医护治疗的时候 他也发觉旺石使用的并不是轨道 而像是一种被人为改造过的能力 不过喜柱还有一个十分重大的谜团 为什么一番说等他夺回旺石的时候 才是展现他真正实力的时候呢 下午茶时间 知己给大家展示他的新发明 巧克力煎蛋蛋糕 也不知道是煎饼还是蛋糕 还是盖焦饭 反正有巧克力就对了 旺石居然还说很好吃 大家都欢声笑语 只有魂无精打采 他看着旺石的背影 总是充满伤感 让他自己都觉得这种状态实在崩溃 看到露奇亚走过来 魂一边哭 一边求露奇亚大姐揍他一顿 露奇亚只好一脸懵逼地满足了他的愿望 死神副队长们就聚在医护的房间里 讨论旺石究竟有什么秘密 既然樱藩如此重视这个女孩子 那她身上到底有什么让人忌惮的东西呢 现在她们的处境真的十分艰难 失魂界回不去 现实也举步维艰 说来好笑 所谓的尖兵计划的本意 就是为了防止死神伤亡 可现在给死神们造成最大伤亡的 也是他 而现存的死神们为了保护旺石这个改造魂魄 还要抛头颅洒热血 可医护说 毕竟他们也有活下去的理由 所以我们还是应该保护他们的 旺石正好站在门外 他们说的话 旺石全都听到了 深夜 大家都睡着了 魂却思前响后难以成眠 他永远也忘不了自己 是被阴藩这群坏人制造出来的事 他想去找同病相连的旺石 却发现旺石的床已经空了 魂赶紧追出去 此时的旺石正在夜晚的街头胡乱走着 他也在回想医护他们说的那些话 突然 一个虚出现在旺石面前 他一爪子拍下去 把旺石打得飞出去很远 可旺石一点求生的欲望都没有 他不断回想着人们为了保护他而受到的伤害 是不是自己不在了 大家就安全了呢 可是魂突然出现 他告诉旺石 人只要活着 就会有很多的好事发生 受到魂鼓励的旺石 于是拼命地往前跑 却依然难逃虚的魔掌 魂也摔倒在地上 眼看就要被虚踩死 旺石的小脾气突然上来 他突然燃起了斗志 也想保护一些对他来说重要的东西 随即 一瓶斩破刀出现在他面前 旺石居然也穿上了死霸装 他挥舞斩破刀 终于把虚给消灭了 现在大家都完全了 旺石终于可以好好的继续发泄负面情绪 魂让他赶紧回家 别在外面嘚瑟 旺石本来觉得自己百无一用 十分绝望 但是当他燃起 想保护魂的念头时 就拥有了斩破刀 魂突然想明白了 虽然他们这些改造魂魄 本来不应该存在这个世界上 但是既然来了 就有来了的理由 他们也要好好活下去 只有活下去 才会有很多好事情发生 才能守护对自己重要的人呢 我是黑白 下期见